我們今天來說說期貨的故事 了解一下期貨是怎麼開始 然後又是怎麼演變的 期貨最早是遠期契約 一種在未來進行交易的契約 買期貨就像是買一個 契約 契約中約好買賣後面要交易的細節 比如商品價格數量還有時間點等等 我們平常買東西是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對不對 我們來叫它現在的交易 那麼期貨交易就有點像是 未來交錢未來交貨了 為什麼要有像大石關機一樣的交易方式呢 其實這是因為早期的農作物收成 常常受到氣候天灌因素影響 結果產量和價格波動劇烈 對農夫和收購農產品的人 造成很大的困擾和風險 種小麥的農夫會擔心大豐收時 小麥價格對價 賺的錢可能反而更少 另一邊收購小麥的麵貓工廠 也會擔心小麥收成不好時供不應窮 結果小麥價格和成本提高 大家都開心啦 這就是我們主角促成來解決問題的時候了 小麥農夫呢 跟麵包工廠約定一個月 其契約訂好小麥未來交易的細節 像是有3個月後 每公斤100元 雙方交易1萬公斤的小麥 到時候呢 不管小麥收成如何 小麥農夫都得依照 約好的價格數量 把小麥賣給麵包工廠 麵包工廠呢 必須一約購買這些小麥 這樣不管農夫和麵包工廠 都不用害怕半夜驚喜 擔心小麥價格起伏會影響到自己 契約偉大方 隨著經濟活動越來越複雜 遠期契約這個東西 有時會因為交貨時間跟商品品質 缺乏統一標準 發生爭議跟違約問題 所以就發展出將合約規格標準化的 期貨契約 明確規定好細節等 那麼 期貨常說的口述是什麼 其實就是這個契約的單位 一般來說 通常一個商品有龐大供給需求 才會需要期貨契約 因此 期貨通常是一個不小的數目 像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標準型小麥期貨 一口契約的規模是 五千補適合 相當於約136公噸的小麥 這數目做出來的麵包應該夠吃一年吧 所以說回來 商品數量龐大讓期貨契約的金額相當可觀 交貨交錢時 也就是交割時 如果時價與期貨價格差距太大 就有可能其中一方會違約 為什麼呢 你想 如果我跟你約定一個月後 收你一支iPhone兩萬塊 結果一個月到了 阿好死不死 週年慶 讓iPhone大降價 只要一萬塊 這個價差 他可能就會想要贏了 所以為了避免違約 買賣在交易期貨時 都要先拿出一筆保證金 交給第三方公證人 作為押金寶寶 保證金一般為總價金的部分比例 這個因素造就有期貨的槓桿效果 也就是用一部分的錢 這個保證金就可以交易全額的合約 這樣應該能夠明白 期貨起初是對商品有大量工序的人 用來避免價格波動等避寫工具 不過隨著交易越來越成熟 期貨衍生出了價格發現和投機的功能 關於價格發現 因為未來交割的特性 讓人訂定期貨價格時 多少會做預測 比如 如果期貨價格高於現貨價格 代表市場認為商品未來會漲價 反之亦然 這讓期貨有 灰炭商品未來趨勢的 價格發現功能 再來投機 有一些純粹以牟利為目的 對商品沒有實際工序的人 有槓桿效果的期貨 便是好用的投機工具 投機者們 頻繁的交易和套利 會提高期貨市場的流通性 讓價格反應更有效率 所以從這個流通性跟效率的角度來看 市場的投資者也有一些 有趣的貢獻和意義 我們接著來說說類型 期貨一般分為兩大類 商品期貨與金融期貨 商品期貨以食物商品為標的物 包含黃豆、小麥、玉米這樣的古物 和牛、豬等的農產品期貨 再來金像像 涵蓋黃金、白金、銅、鐵等 貴金屬的工業金屬的金屬期貨 還有原油、天然氣等燃燃期貨 而金融期貨的標的物 則是金融工具 它有債券為主的利率期貨 美元、歐元、貨幣、匯率的外匯期貨 跟台灣價錢指數、美國S&P500指數 等股價指數的股價指數期貨 和貢富 這應該沒有印頭專項吧 不同交易所提供的期貨契約也不同 像全球規模最大的 期貨交易所、智商所 就同時提供了商品期貨 和金融期貨的各種契約 交割方式會根據商品性質而有所不同 商品期貨因為連結實體商品 多半採實物交割 也就是到期時買方付錢、賣方交出商品 而股票指數期貨這類的金融期貨 往往沒有實體可以交割 就習慣採用現金交割 到期時以現金結算、期貨價格 跟結算價格兩者皆的差額 現金的期貨交易大多是以 買賣合約賺取價差 達到避險或投資效果 而比較少實際交易商品 因此持有期貨直到到期 並交割的比例很少 不清楚到期的 還記得說過 期貨是有設定時間點 比如我跟你約定一個月後 收你一支iPhone2萬塊 這個一個月後就是到期日 期貨交易通常會在期貨到期之前 平倉或清倉 就是將原先買進的期貨賣出 或賣出的期貨股票 清理乾淨兩手空空 如果到期後還想持有期貨 則會在快到期時轉倉 將原本期貨平倉後 再建立到期日更遠 標的五跟買賣方向相同的新期貨 連續原來目的 以上呢 就是期貨交易的一些故事 和入門知識 大家是不是都有看懂了呢 不懂呢 就在下面留言 我們再來幫你解釋看看吧 五感知識庫 下期見